大家好 我是陳寗 最近呢 就學測結束嘛 也差不多放榜了 那放榜之後呢 那肯定是有些人很開心嘛 像我當初學測放榜那一天就很開心啊 學測呢 一放榜 然後那一天好像我記得 應該 10 點吧 反正就第一堂上完的時候 那第一堂上完 那化學老師一個很照顧的化學老師 就是說 陳寗放榜了 你趕快去看 結果還沒敲鐘 他就讓我先去 然後那時候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他現在在 Facebook 工作 那時候呢 我們就兩個人跑去查 那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啦 所以一定要去老舍辦公室用老舍的電腦查 那查了之後呢 發現我上了 那我就直接呢 當下 就去拿了工價單 然後把工價單從那一天開始 一路請到畢業的前一天就把他簽了 然後我們導師也很爽快地幫我簽了 然後就這樣子 從那天開始呢 我就開始做我自己愛做的事情 想做啥就做啥 可是呢 並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有的人他可能因為一些意外 在這個學測當天呢 失準了 失常了 所以呢 他就沒考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陷入一個人生的抉擇 就是我到底呢 是要就上現在學測考上的學校就好 還是呢 要去再拼一次考 再拼一次 很多人會遇到這樣的困難 那今天呢 我就來跟大家聊聊 一些 我周邊的故事 來看看說到底呢 這個學測 到底我們應該要守著這個學測的 成績 上了學測的學校就好 還是 再拼一次 會不會拼了之後 就是到頭來又一場空 這個呢 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今天就來聊聊這個問題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最近呢 我看很多朋友留言 就是會聊到一些自己的壓力 其實呢 我覺得壓力這種東西 其實尤其現在考試呢 其實都一定會遇到的 人生呢 沒有沒壓力的時候 就算是你很有錢 很有錢 你也會有壓力的時候 你看那個 那個蝙蝠俠 那個Bruce Wynn 才那麼有錢 結果你看他壓力大到精神病 所以呢 人一定都會有壓力 我們只能說我們看用什麼方式去面對他 那當然你如果面對壓力 面對到身體出問題的時候 那就應該先顧身體 因為身體不在了 你的壓力也就消失了 所以呢 就看 你盡可能地去面對他 但是不行的時候 尋求一下醫生 心理醫生 學校輔導老師的幫助 還是很有必要的 那有時候跟家長聊聊也不錯 那如果你是家長的話 這裡我也跟大家一個 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呢 你不要把 自己的這個價值觀強加在自己小孩的身上 像我們家當初就是這樣 我這個理化那麼爛呢 為什麼讀理化呢 就是讀這個二類組 就是因為 其實我一開始三類 後來轉二類 就是因為我爸一直希望我當醫生 那台南人就是這樣 台南人都覺得小孩一定要當醫生 才是最有出席的工作 所以台南搞了一堆醫生出來 但是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家長的期望 可是呢 我知道 就是我讀了高中之後 我就知道我理化很爛 而且呢 我就開始沒興趣了嘛 當醫生 雖然台南靠醫生發家的很多 可是呢 這不是我的興趣 所以那時候就跟我媽說 後來我就轉到二類組 所以 這個呢 有的時候如果你是家長的話 不要強加你的想法在小孩身上 同時也聽聽你的小孩 那想要什麼 這樣子大家會過得比較開心一點 那我們今天就聊這個話題了 好 那就開始囉 其實呢 這學測 他因為他是屬於比較簡單的考試 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對我來說呢 學測他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考試 因為呢 第一個他只有選擇題 第二個呢 他不會倒扣 所以呢 考起來相對來說是真的是簡單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 就是他只考高一跟高二的內容 那高三呢 是一個 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呢 怎麼樣 但台灣的高三呢 他的功課會忽然間 變得更加的變態一點 所以呢 這個高三的課程 一旦加進考試之後 再加上一些倒扣 或者是一些填控的機制之後呢 他就變得相對比較難 所以呢 通常我會建議絕大多數的朋友 就是要考試的時候呢 就是盡可能的把握在學測這一關 把你的分數衝高 最好呢 是考到逼近滿級分 那是最好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學測呢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 你覺得他第一個他有積分 他不是絕對的分數 他是一個相對的分數 也就是說呢 你的這個 比如說你考14 積分 跟15 積分 那其實他只差一積分嘛 那差一積分呢 可能你錯了題數呢 是有一個空間的 比如說你錯到三題還是14 積分 有的時候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相對於那指考呢 就是錯來會倒扣這種很可怕的這種 壓力如山大的這種答題體驗呢 學測我一直覺得是應該好好把握的一個比較輕鬆的機會 可是呢 學測考完之後呢 相對來講呢 他就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一旦考完學測之後 尤其如果你又是要考台大的話 你用著你這個逼近滿級分的分數去考台大 你會發現呢 你今天面試的時候 從這裡做到那裡呢 全部的分數都跟你差不多 然後學經歷都跟你差不多 結果呢 隔壁那個 可能高二的時候呢 去國外去交換學生 然後那一個 是全國的這個 什麼 資訊競賽的第一名 然後那一個 從小到大都是體育的第一名 每個都很變態 所以呢 這種時候壓力才會來 所以說 一開始把這分數考高一點 然後呢 照之前我還有跟 之前有拍過一個影片 教大家怎麼寫資傳 把這些東西都弄好之後呢 你在考這個 學測會比較簡單許多 可是呢 有的時候就是沒考好 或者是呢 有的時候有些科系啊 這種我剛講這種很可怕的人太多 比如說醫學系 你去了 你考了75級分 然後家裡放鞭炮 村長幫你放鞭炮 然後呢 你很開心的來到台北 然後走進台大醫學院準備面試 你從這裡看過去 一眼晃過去 全部都是75級分 自己跟渣一樣 那一個他爸爸是醫生 那一個他爸爸是醫學的理事會的會長 這樣看過去 我爸爸只是村長 那真的是 怎麼辦呢 那就只能考只考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剛講的 你就開始嵌入這個人生的抉擇 一旦你的學測上了 你就不會有人生抉擇了 但是呢 你學測沒上 那這個時候抉擇才開始 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選呢 首先 抓到第一件 就是呢 你現在學測上的這個系 比如說呢 你現在學測呢 考上了就是這個 那個 舉個例 想想好了 中山大學的經濟系好了 你就考上這中山大學的經濟系 可是你的第一志願呢 就是台大經濟系啊 那這時候你就要思考 我到底是要拼一下指考 還是 現在就去念著中山經濟系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非常非常現實的事情 會影響你的抉擇 就是呢 如果你的分數 本來是可以上台大經濟系 差不多那個水準 這個時候你去讀中山經濟系 他會額外記憶封信給你 告訴你來讀我們學校 會有獎學金 當時呢 我學測上了之後呢 我面試的其他所有學校 全部都開獎學金給我 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抉擇 我到底該讀台大 還是該讀這些有獎學金的學校呢 那好在呢 我的學測有上台大 所以我不需要抉擇 我直接去讀台大就好 那時候我還跟我媽說 你不要看到人家給你幾十萬 就叫我去讀 你想要的學校好不好 然後我媽說不是這樣子啊 你去讀中山的話呢 這樣子離台南比較近啊 我可以每個禮拜都去看你啊 之類的 這個時候家長的影響就出現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把握自務主義的本心 你的本心到底想讀哪一間學校 這個時候 你就開始進入剛剛說的回頭思考 你如果再考一次只考 能不能考上現在你學測上的這些學校 如果呢 你非常非常有把握 就是呢 就算我當天考試拉肚子 然後還有人帶了那個蜜袋舞爬到我身上 這些事情都發生了 我一樣可以考上這些學校 閉著眼睛都考得上 那麼呢 你這還需要去想嗎 當然就是考止考再拚一次 大不了就是繞了一圈 來回頭去讀原本的學校而已 那現在呢 這個時候講到這裡 就會有些朋友 可能就是你 高中生 你現在就會覺得說 蛤 叫我再拚半年壓力很大呢 我早上六點起床吃早餐 去學校就開始寫考卷 然後中午午休吃午餐 然後 晚上到這樣讀到五點 然後上個體育課類的要死 還要去 去那個 去那個補習班 然後回到家 十一、二點 這個呢 我知道很多朋友你一定會覺得說這壓力很大 但我必須跟你說 這壓力不算什麼 你出社會之後 這你天天在做 你甚至 你以前你會是會回想 當初我高中居然可以吃半個小時的午餐 還可以午休45分鐘 怎麼會那麼幸福 然後午休完之後還可以去上體育課 你絕對會覺得那個時光非常幸福 為什麼 因為呢 很多朋友呢 他到了出社會之後 他以為 就可以靠工作 就可以比較舒服 但沒有 他一樣是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吃了早餐 然後還在路上吃 然後去搭捷運 搭了一個小時去上班 中午呢 只有十五分鐘的午休時間加吃午餐 甚至可能那個十五分鐘 主管還會抓著你跟你開會 然後呢 等到晚上回家加完班 你終於可以回家買個先輸機的時候 不好意思 也是十一點的 明天早上六點繼續起床 而且你可能還會有房租的壓力 各式各樣的壓力 你會回想起 你高中只考的那一段時間 是你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所以呢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壓力大 如果說你真的對自己的未來有展望的話 那麼 去考指考 這是絕對必要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可是指考很難 怎麼辦 指考是很難 沒錯 指考相對來講還難得多 可是呢 指考呢 他可以選 你比如說 像你要讀這個台大經濟系的話 台大經濟系呢 他就是考在國音數嘛 所以你這理化爛到爆炸都沒關係 反正你國音數考好你台大經濟系就上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呢 相對來講 他比學測簡單了 你學測要考呢 其實也考蠻多的 雖然說現在學測是可以選科啦 可是呢 有的學校呢 那就比較 那就覺得選科之後可能鑑別力不夠啊 什麼的 所以他就要求了科目一大堆 所以 你說指考為什麼相對會簡單一些 就是因為他的可以選科相對狹窄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 指考不需要面試 指考就跟聯考一樣 一試定終身 不會有那個什麼 你去口試的時候才發現 哇這樣過去的全部每一個他的那個 自傳還是專門的自傳公司幫他寫的 然後穿著西裝筆挺的來這裡面試 然後你就發現 哎呦 我怎麼穿T恤 這種感覺不會有的 指考就是分數多少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 反正你分數到了你就是可以上 不會有那個不能上的問題 這點呢 倒是跟過去的這個 考這個科舉很像 科舉呢 只有最後電視的時候 皇帝會因為你太醜把你刷下來 但是呢 你只要沒有走到那一關 你只要考到成績到了 成績對了 你就上了 指考就是這樣快樂的東西 所以呢 指考大家不要太害怕他 如果說呢 你今天就很明確的你已經設定了一個目標 我就是一定要讀這個學校 一定要讀這個系 那麼挑戰一下自己絕對是可以的 有的時候呢 我會說你真的會 做夢也想要讀這個學系或這個學門的話 你甚至多考一年跟好好的家裡討論一下 我覺得多考一年也是值得 我有很多這樣的朋友 他們的目標呢 都是醫學系 那可能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有的時候考試真的會遇到一些人生的意外 那結果呢 他就沒考上 他就重考一年 那現在呢 他們也都在很大醫院在隆重 然後在 一些很大的 就是你可能聽過 有成大 這些醫院在當醫生 然後或者是自己出來開業 都是有的 那他們當初呢 也是承受了這樣子 他不是半年的壓力 他承受了一年半的壓力 最後呢 也是順利地考上醫學院 所以呢 指考不要害怕 你只要做一個風險評估 你今天指考 如果應該說學測 你學測上的這個系 是你真的就是 賽到了 就是上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之後考指考呢 也不可能再考上這個系 那麼你現在就讀 因為呢 你沒有把握 有可能指考會更差 但是呢 如果說 現在學測上了這個系呢 就是你指考 隨便考也會上了 那你 我建議 不要放棄 再拼一次指考 或許你的人生會因此有很大的不同 那這中間有一些風險評估是要做的 就我剛剛說的 你指考還能不能考回那個系 那至於什麼壓力 那些東西呢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雖然這一句話呢 我很常講 然後呢 很多人聽呢 會覺得心裡不舒服 但是呢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目標是太大 可是呢 你連指考這半年的壓力都過不去的話 我會建議你放棄 盡早放棄 盡早解脫 為什麼 因為呢 這種壓力 你在指考的這段時間壓力 說真的 那只是跟自己比而已 但是當你進到台大之後 你會發現 厲害的人太多了 有一個同學呢 整天在那邊打磨的時候 結果呢 他的學 他考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期中考 考期末考 隨便做 分數比你高 做個報告 做得比你好 然後上台報告 平常看他一副頹廢的樣子 就這樣子 頹廢的樣子 結果上台台風穩健 老師還給他 這種同學在台大太多了 如果你連那區區半年的壓力都過不了 我建議你真的盡早放棄 因為台大不是適合你的地方 你進去你壓力會更大 你會受不了的 那我這裡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台大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朋友 他是我一個學弟 這學弟呢 他成績很爛 那他成績真的爛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我們永遠呢 就是 因為你知道台大就是經濟系 在大鱷的時候 要同時修各經總經跟統計 這是所有台大經濟系學生的噩夢 就是大鱷這一年 因為這三個呢 只要有兩個被當掉就會被惡意 可是呢 這兩個被當掉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因為 各總統這三個可以說是台大經濟系 這四年中最難的三個科目 然後他同時給你集中在這 這個大鱷的這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老師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但他就這樣設計 那個時候呢 我們考這個各總統呢 就是我們常常會可能跟學弟一起修 那就表示上一年被當掉了嘛 就跟學弟一起修 那我們就說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就說那個學弟 我們就叫他 叫他 阿昇好了啦 阿昇 我們只要問阿昇你考幾分 我分數只要比阿昇高 那我就是OK了 我絕對不會被當 就是這樣的一個學弟 這個學弟呢 阿昇啊 他為什麼成績那麼差 其實他很厲害的 他的音樂 打球 什麼都很厲害 就是成績很差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整天都在打魔獸 他就是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他就會在那個 寝室裡面打魔獸 就這樣打一整天 後來呢 終於到了他大三的那一年 他的報應終於來了 他被二一又三一 他被退學了 那你就想說 哇那你看 這是不是一個很弱的人 不 他在退學的那一年 他發現他被退學的那一年呢 他去考紙考 然後 他考上台大法律系 分數比經濟系還高 覺得很扯 但是他就是這樣的厲害的人 所以我就說 他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學弟 阿昇他就這麼厲害 可是呢 他考試永遠都考得很差 那魔獸呢 打得也覺得 還好 我之前有講過 我們有 系上有一個書卷 書卷就是那個前三名的意思 系上全三名的意思 那個書卷呢 他打世紀帝國是他可以一挑我們七個人 七個呢 雖然說我很弱 可是 你就講嘛 這經濟系就很多人會打電動的人 我們一些很強的 那一打七 然後呢 他用什麼打 IBM 有一台筆電 然後他中間有一個小紅點 那個小紅點就是跟滑鼠一樣 那很多人喜歡用那個小紅點當滑鼠 他用那個打 你還在那邊什麼 我要買 Razer 的電競滑鼠 這樣子手速才會快 配重才會好 人家不用 人家用觸控板打都比你強 就這樣的 同學 所以我為什麼說讀台大有時候壓力很大 覺得這樣 讀也讀不贏人家 玩也玩不贏人家 那怎麼辦呢 只好找自己厲害的地方 一個被退學的學弟 永遠都是我們說 我的成績比阿賢高就可以的學弟 重考考到台大法律系 你說我讀到大三的時候 重考還能不能考回台大經濟系 我差不多大二就考不上了 都忘光了嘛 這一次呢 看人家說學測分數 這什麼 題目很難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難會難到哪裡去 報紙 不是報紙 上網看 看 我今年應該沒有大學可以念 就是這樣的感覺嘛 所以 這個學測跟指考壓力不要太大啦 就是 你就看 老話一句風險評估先做好 然後還有你的興趣方向先抓好 如果你到了學測還不知道自己要讀什麼 那我只能說你就再考指考吧 那趁這半年期間呢 除了好好的讀書之外呢 就是重要的就是 想好你未來要做什麼 但如果你已經設定目標了 就照我剛剛說的風險評估方式 來決定你要不要評指考吧 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啦 那最後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說你看這些影片呢 你覺得說 陳寗棒透了 我真的好喜歡你的影片 那麼呢 在資訊欄 大家直接看 你就會看到這頻道會員連結 加入頻道會員直接 加進去支持我 這是最快的方法 除非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會員影片之外呢 那同時也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有字幕啊 畫質更好啊 有剪接啊 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是所有的頻道會員支持才有的結果 所以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祝你考試順利 如果你正要考試的話 那我們就下次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